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 台湾商圈产业官发展联合总会总会长周水美 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洪文和 及各大商圈理事长代表一起揭幕下 2024台北年货大街将在1月26日正式登场 迈入第29届的台北年货大街 不但是全国各县市争相模仿的对象 今年更结合十大年位商圈推出年货食材 生活与饗宴四大一条龙服务 我们现在有年货一条龙 就是我们的梨化街的年货大街 再还有生鲜食材一条龙 诶 想要是哪里 荣宾我们的商店街 再我们还有桂林嘛 我们要过美好生活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几个商圈在美好生活里面 包括有我们的台北地下街 包括我们的华音街美车商圈 包括有我们的后站商圈 还有包括我们的园林街商圈 也包括我们的四平阳光商圈 是我们美好生活的部分 现在还有想饿一条龙 这个想是吃也吃东西这方面 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蒙甲商圈 那商圈包括有四个夜市 今天讲有我们的蒙甲华西街 广州街 湖州街 今天都来了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宁夏夜市商圈 再还有我们的永汤国际商圈 为了方便民众采买年货 台北市政府今年也首度推出 免费接驳车服务 从1月26号到2月8号为止 民众可以达成中巴快速往返北门 捷运2号出口 抵化南北街及后车站商圈 如果不想人挤人 也有线上采购服务 这次有一个就是有接驳公车的部分 大家可以从北门站很方便 所以大包小包不用怕 因为有车子可以来载你 再来还有我们就是有 不管线上线下 也让一些没有办法来到抵化街 它可以在网上 一样可以来做相关的购买 所以其实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 作为台北连货大街发源地 每年总会吸引无数民众 前往采购饼干糖果与南北干货的 迪化商圈理事长郑文和也希望 未来将连货商圈扩大到梁州街 民权西路 让迪化街这条巨龙在龙年奔腾 连货大街一直以来都是以南京西跟 这个龟岁街为主 包括周边的民生西路 可是现在因为梁州 龟岁街到梁州街阶段 很多旧有房子已经就修筛完毕 而且又目前进驻了很多文创的商店 现在这搞得很热闹 所以我是想下一步就要把连货大街 以后要扩大几半的范围 延伸到梁州街 然后再进一步到 这个民权西路 就是所谓的捷印站出口那个地方 除了十大商圈 以美味小吃文明的 林夏夜市及蒙甲夜市方面 也配合台北年货大街活动 推出过年夜市不打烊活动 让民众从过年到元宵节 一路好吃好买 林夏夜市更推出升级版的千岁宴 目前订单已经突破200桌 所以说集合国台客三大主居 原住民家新移民的特色餐点 然后这一次从林夏夜市出发 扩及整个大道层 因为配合年货大街 大大的升级 从我们的装潢开始 到身上穿的这些衣服 都是很讲究的 这是抗病菌灭病毒的衣服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消费者 然后包括从使用的碗筷 要符合现在ES级的标准 全球环保现在进行室 这些餐具们 它在生产的过程是排炭净零 在回收的时候是永续循环 百分之百回收 对环境无害 对人体无毒 可以进微波炉 我们从里到外 大大的提升 不管是服务的内容 还是菜色的提升 环境的提升 都做很大的提升 所以这次的千岁宴 值得大家 真的13年后 值得再来试试看 迎接2024年农年 台北市政府春联福运龙来 也正式亮相 副市长林一华说明 福运龙来取其 台语谐音好运都来的寓意 即日起在市政大楼 一楼北区市民服务组 12个区公所及各里办公处 开放索取 另外还有灵活大街限定 吸睛又讨喜的 农好运发财金 福运龙来 我们用闽南语说 就是好运龙来 就祝福大家好运通通来的意思 我们还会有所谓的 发财金的发放 那市长会在五个时间点 或者不同的商圈去 大家可以来捕获野生的市长 台北市商圈业者评估 今年因为年假仅放七天 民众大部分会留在国内过年 加上疫情已过 以及旅游暴富性成长 乐观预估 今年商圈业绩 会比去年成长三成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享生龙宝宝的父母注意咯 台北市113年起 加码优化生育补助 包括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开放可婚前受检 及新增抗木勒士管荷尔蒙检查 另外增加孕妇子嫌前症 筛检补助 及发送暖心待产包 让准妈妈安心备孕 安心待产 只要是一方涉及台北市 治特业医劳业 如果接受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 都可以享有补助 那生理男性的话 有五项的检查 那补助655元 那生理女性的话 有八项的检查项目 那另外我们的女性呢 在今年可以加选 那个康默勒士管的荷尔蒙的检查 那这是定额补助500元 那所以我们女性 总共会有九项的补助 那总共是2095元 那另外呢 台北市呢 在今年会扩大婚后孕前的 健康检查的这个补助对象 那主要是未婚者 他在婚前接受检查 他在检查日的 这个一年内结婚的话 婚后都可以检去 相关的证明文件 来向卫生局申请补助费用 那另外呢 台北市从99年就提供 涉及且怀孕第9到20周的 这个孕妇初期的唐室证筛检 那这个两项的血腥的检验 跟参与部的检测是2200元 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副院长 詹景全表示 透过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可了解是否存在 可能影响怀孕之相关疾病 初步评估是否有导致不孕的因素 协助新婚家庭尽早规划生育 这一次台北市政府的补助 在这个婚后孕前的部分 更多了这个AMH的检测 那确实现在 我们很多的民众来看 所谓的不应证门诊的时候 他们都想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检测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分享 最近就是有一对大概32岁的这个台商夫妻 那他们就听到说台北市政府有这个辅助 然后也想做不应证的检查 所以他们就回到国内来做这样的检查 结果一检查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意外发现的是 这一对夫妻的VDRL也就是眉毒反应都成为阳性的部分 但是他们本身都没有什么症状 那我们也很 就是说赶快把这一对夫妻招回来做一些检测 那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先生在大陆经商的时候 有接受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招待的部分 那我想事实上这个婚后病检健康检查的部分 对于这一块是蛮重要的 那我就赶快请他们接受治疗的流程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说这个 我们在孕产期的这个增加 今年增加的所谓的死先填症的这个检测的部分 那确实在国内外的文献报导里面 都提到孕产期妈妈的这个并发症的部分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刃层高血压 那子前前症这一块 所以如果能够早期的做这样子的检测 我们就可以给予预防性的给药 那既然是预防性的给药 当然就可以让胎儿的这个发育更加的健全 更加的不会因为有子前前症来造成说 胎儿过小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妈妈的病发症跟后理症也会减少 只要一方涉及台北市 治特约医疗机构受检皆可接受补助 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20到35岁理想生育年龄 接受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做好孕前准备 欢喜迎接新生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现代人外食比例越来越高 且饮食习惯偏向高脂肪、低纤维及多红肉 加上缺乏运动进而导致大肠癌发生 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 大肠癌筛检发现的病变有94.2%是处于癌前病变 及0-2期癌症、愈后极佳 而非筛检发现癌症仅43.1%处于早期 因为我们大肠癌其实它在我们在肠壁上长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们知道这个手指头一样 我们肠壁上的这一些肿瘤所谓的大肠癌 它一开始它是一个息肉的一个状态 息肉它其实是在肠壁最浅的一层 在最浅的这一层往下是有这个粘末层、粘末下层 还有肌肉的肠瘤 那一开始的息肉它就是站在最浅的这个层 最浅的这个层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它呢 其实任何人在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这个分辨的筛检 筛检来帮助我们找出最有可能得到大肠癌的病人 筛检是阳性的病人 每20个人就一个 就是5%的机会是有大肠癌的 那30%以上的人会有这个洗肉的可能 所以筛检然后呢接着这个筛检有异常的病人 然后透过这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 然后移除了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向下发展 然后会转移会造成进阶癌症的这种可能 所以这个可以仿制后面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 那我想这个东西已经推行了非常非常多年 那不管在全国在台北市 其实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 卫生局表示113年台北市举办143场整合性筛检活动 韩瓜所有行政区且平均每周就有两场次 民众只要攜带健保卡和身份证就可以参加 那台北市这个癌症筛检达到54万余人次 那成人见点也有17万余人 那已经回复到了108年的这个疫情前的一个水准 那为了持续照顾我们市民的健康 还有提供便利的这个检查的服务 那台北市整合性的这个筛检活动已经举办了21年了 那今年的话会办理143场 那较去年的话增加13场 那是历年场次最多的 那平均每个礼拜呢 会有两场的这个筛检活动 那活动呢提供七大项的一站式的健康检查 包括子宫颈癌还有乳癌 大肠癌口腔癌肺癌等五项的癌症的筛检 还有成人健康检查及BC型肝炎的筛检 那此外呢分析这个国民健康署的癌症的资料 台北市50岁以上的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率呢 因为配合了这个公费的筛检的推动 有逐年的这个渐缓 但是呢没有被公费筛检涵盖的这个45到49岁这个族群呢 却有增加的情形 因此呢台北市在今年我们整合性筛检呢 扩大45到49岁这个族群 只要是符合这个成人健检资格者 就可以加做大肠癌的筛检 卫生局提醒 健检同时还可以参加台北通健康集点活动 符合活动资格者 每完成一项指定健检或异常负检 即可兑换悠悠悠卡加纸金100元 总奖利高达490万元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一名从事美容业的林小姐 服装的脸颊和两条法令纹 反复红肿热痛 因为之前透过网络纠团 到诊所施打成为少女真的胶原蛋白增生剂 结果半年后还是红肿热痛 当初施打的诊所却已关门大吉 转而向原厂确认 才发现这家诊所 根本没有向原厂进货 施打的不知道是什么真迹 差不多有六七万吧 因为我做了做了那个 那个一连丝之后 他们后面还有教我包什么东西 我也不太记得 反正我就记得 这两个法令文让我就是 他们确定是跟我说 会让我变好 但是到现在并没有比较好 然后因为他是反复性的 他就好了一阵子又好 所以我才一直拖一直拖 但是我也不晓得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直到现在 其实他现在看起来就是 就是两坨怪怪的 他一直都是两坨怪怪的 那如果他发作起来的时候 他就会变红 然后更肿 然后就很奇怪 就是你就是很奇怪 你就是这两坨 这两坨就肿起来 但是平常时他就有点肿 只是他发言的时候会更肿 以美业蓬勃发展 在网络上资讯泛滥 也充斥着许多错误讯息 与假资讯 甚至用漂亮的价格 吸引消费者 用社群纠团或化身网友 制造假经验分享误导民众 俗称商女真的 原厂征绩长这样 却有假货出现在市面上 原厂征绩外盒 贴有衛福部合客的中文贴标 旁边有雷射防卫贴标 正面也有中文原贴标签 但是像林小姐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辨别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以产品本身 产品本身它上面有QR Code 所以少了QR Code 其实都可以知道 这个货源 是不是来自于厂商 那厂商只有一家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最容易分辨的 再来呢 在针的结构上面 其实它有很多细节不一样 但是当然民众 他不太能够去发现 医生会很容易发生这些细节 那么再来就是在施打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很多人他其实是可以把包装带回去的 所以这些都可以先去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再来就是价格 通常假货只会存在于就是价格特别低的情况之下 用来做消价竞争 或者是在一些网路上面 如果是透过一些糾团的方式 或者是懒客的形式 因为价格来吸引的 那么这些其实都很有可能 在产品的这个品质上面 就是值得有 会有一些疑虑的情况 低于两万五的价格 每一支低于两万五的价格 其实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合乎逻辑的 现在打到假货之后 通常只能在有症状的时候来做治疗 也就是说没有症状的时候 通常也没有办法去把它取出来 因为它已经跟组织结合在一起了 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之下 可能可以透过手术 在里面把这些东西给刮除 但是刮除它也只是到一定的程度 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完全地刮除 所以呢 它就跟以前可能打过矽胶这一类的产品 有可能是类似的后续反应 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清除 所以通常在只有严重发炎的时候 严重感染的时候 会先针对这些问题去让它得到压制 不太可能达到完全清除的状况 原厂公司透过管道取得假货 并抽取化验 结果成分完全没有有效成分 疑似木屑或是其他不明纤维 无法被人体吸收恐成永久伤害 还是提醒消费者要多注意自己使用的产品 是否有经卫福不合客 以免无法变美反而毁容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自家楼下或不远处有公园绿地已是时常可见 但是在中正区文北里 据里长表示尽找不到一处绿地提供民众修齐空间 好在去年在仁埃路二段二十六号的这块闲置国有地 透过里长的争取下成为了绿美化公园 现在是一个叫做文北里社区公园 我们文北里就是没有庙 没有公园 没有市场 什么都没有存住宅 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一块绿地 让我们来使用 真是 事件很不容易 原本是荒废的地区 在立委林昌佐和议员刘耀仁帮助下 陈里长争取到这块地来做公园使用 他回想起当初争取时很不容易 但想到里内没有一处休憩空间 一定要为李明积极力求 国防部的政杖总局 这块地已经放会了好几十年了 就是我当里长已经二十几年 在以前一直就是一个废墟 后来我就请委员林昌佐来帮我们争取 有刘耀仁议员帮我们争取公园处的 来这边做利美化 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可以来这边做做吹吹风 看看这边的交通环境都很不错 不过里长也说公园维护不易 曾看到地上有不少烟蒂被乱丢在池 为此里长也奔波不少 在积极的清理下还给民众一处干净的旅空间 公共地区还需大家共同维护得来不易的美化之地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什么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 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通常都是骗局异常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等文字绝大部分是诈骗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例如疾病扭曲罩等 这是骗点击率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一看二听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加集团关心您 春节将至小黄也要领年终咯 今年台北市计程车2月5号开始 到2月14号共计10天 每趟运费已加收30元 驾驶人需使用新式机费表内建功能 选取春节加成 也会将宣导贴纸账贴于车内 提醒民众春节搭乘运费规则 调整之前有需要的贴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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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维纸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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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非表选取春节加成模式后 就需依表收费 如果私自喊假定价情形就属违规 可以依公路法第77条 第一项财处新台币9000元到9万元罚还 乱喊假 这是很简单 你由照表 照政府的规定 让你很偏远 你对方也愿意 才成交 过节过年跨年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吗 跨年 你说过年 对啊过年或跨年那种就是 比较难抢计人村时段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动情吗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遇过 那你是觉得说算破坏行情 对啊 我本人就是照政府规定 就是医表 因为这么刑情都发生在南部 有没有直接划给 就直接含假就对了 尤其是在跨年的时候 跨年的时候那个计程车上来都是1000块起跳 哇塞这么贵啊 对啊你不知道啊 价差差这么多 对无论你坐在哪边都对都是1000块起跳 哦 对比如说你从市政府做到新 做到 好 例如说这边好了 就是1000块 哦是特殊节日的时候会 有有 没有那个那个旗车车私底下 私底下 私底下我划给的 是会不会啊 人家的一个状况 那我还是要 但是因为驾驶朋友 还是要依照 規定去做收费 那民众也是依照 那个跳标的 行程去做付款 那如果有违反就是 就是驾驶违反这样子的规定的话 是可以去公布 出发就签到车位会的方法 所以还是要提醒 就是驾驶朋友的注意 可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 就是比如说有那个 违规定收费 或是操售车子的状况的话 那请机下上车的时间 就好一点 或者有些具体的一个试证 比如说有拍照或是录影的资料 那提供给市民或是莫达1999 那这一份我们就会去提供的 要去做一个查证 那如果有违规事实 而且很明确的话 我们就会去开放 那结果就是说 这个违规的案件之前 应该是说在前面前前的部分 我们在115年有结果一些民众 有电话来曾经 那这一块部分 去年大概是收到121千元 那这中间就是查证之后 有一件是有做一个拍单捐发的动作 那这个法官是捐钱的 应该是说大部分的整个案件 我们都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就是讲说 他在哪一个点点时间 遇到驾驶 会不会喊驾 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提醒就是 驾驶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说有违规喊驾 但是从他没有上车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认为是 有违规来课的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后续 如果加上类似的成绩 都会移给 那个查证之后 去做一个采拔的动作 那如果他真的没有 依照规定去修肥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状况的话 那这部分就是提供决体的市政 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查处 会不会谈驾驶 交通局也说明 以往年经验 市区各干道 如市民大道 民族 民权 民生 建国北路 基隆路及中校东路等 在春节前四周 有车流量上升 车速下降的情形 请民众多搭捷运公车 或避开下午时段的 《岛屿记忆》描绘台湾五十年典藏特展 以台湾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主 书里馆内典藏了三千多件作品后 加以展出 希望透过艺术的角度 呈现台湾五十年的历史记忆 我们知道这五十年来 台湾经历国解研 在国际局势上面的变动 台湾也屹立不搖 那同时在过去这五十年来 不管是在政治上 文化上 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发展 其实我们国附建议馆透过了 广场透过了画作透过了书法 很多艺文界的参与 来共同留存了这五十年来的 台湾的记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档展览 由国附纪念馆发展的历程上面 见证台湾五十年来 不管在各个层面上面 由艺文诠释的角度 来观看台湾的过去五十年来的历史 那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展览 那不但是彰显了 国附纪念馆的丰厚的典唱 也展现了台湾过去五十年来 全民共同发展的努力的成果 特展分为两大主题 北展厅是制作记忆 以艺术书写的历史 南展厅则是 那年所在从土地萌芽的人文风景 从艺术家创作的出发点作为区分 以艺术书写的历史这个展区 主要是 就是1970年代早期 780年代 古夫纪念馆和所谓政策相关 这种官方色彩比较浓厚的这些作品 比如说十大建设 或者是说一些大型的合绘画 那在第二展区呢 就是主要是以在地的艺术家的创作为主 那这个展区是 Lightnet所在从土地萌芽的人文风景 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包括像是乡土运动 或是各种艺术潮流 以及历史环境的这些影响下 艺术家开始找寻自己和土地的认同 北展厅部分主要是7080年代 由官方主导的艺术创作 像这幅淋浴山的石油画学工业区 就是透过艺术家的画笔 将十大建设成果融入艺术创作中 其实林玉山先生他留下来的水墨相关的创作 主要都是以走兽为主 那这是一件他非常特别 是因应当时十大建设所办的书画展 因应官方的这些创作要求而生的这个作品 那可以看到他的写实功力 当然是非常的杰出 把石油画工厂以一个很简洁的方式 让整个厂区都映入眼帘 但是他也不忘发挥他个人的艺术风格的展现 所以可以看到他用很多的树林 或是这种比较淡的墨色 让整个画面呈现比较清幽的质感 还有画风很像过去国小课本的 现代中国人苏贞画集 是当时中国画学会配合内政部政令宣导的作品 虽然教条是宣导龙厚 不过有多幅图画放到现在来看还很适用 也总共是分十个组提供一百个作品 那就是现代中国人自争 那我们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 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境 或是强调的社会规范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呢 它其实就是强调说 大家上下班的时候可以一起结伴搭乘 可以节能省电 就好像现在大家推行说 要多搭纯交大众的交通运输工具 多做捷运等等 其实当时的一些想法 也是可以跟现代做呼应 南展厅部分则是在乡土运动的浪潮下 艺术家转为关注在地文化 甚至是社会议题过程的创作 其中台湾景色及家乡风光 成为艺术家的绘画主角 包括象征台湾精神的玉山等 像这幅合照曲的油画作品 淡水教堂就很具代表性 因为它的画法其实结合了 立体派的这种切割的几何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错落的这些几何形 另外它的颜色用色非常大胆 也是结合了这种野兽派的用色 所以在看这幅画画 你可以看到它的主要视觉 其实在红色的淡水教堂上面 但是它旁边的建物 其实是用比较低彩度的 然后错落的 看起来好像让整个画面比较有点凌乱 可是它又利用了上方的淡水河和观音山这种比较平行的白色和蓝色 或是双松的这些构图 那也利用了包括像是喜鹊在松上鸣教 还有流淌的吸水等等 有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 那透过这样子十六位名家他们的一起合会呢 不仅是反映了当时1970年代 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下的这个产物 那一方面也是表现了艺术家们他们风格的呈现 南展馆的蓬莱风华 则是纪念孙中山先生事事96周年的作品 由广方邀请十位水沫名家何慧 创作主题包括了高雄的玉山 及山下的田野风光等 具体呈现台湾景致 那这幅作品呢其实画的就是台湾在地的山水 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 比如说可以有玉山的山峰啊 然后山间公路 还可以看到小镜上面有很多正在爬山涉水 或是在游览的民众 或是好像有一个农人正在耕田 然后牵着牛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亲近的 可以想象到的台湾的景致 大型的合作画也成为国父金领馆的传统 而从不同时期的创作主题变化 也可以从中观察台湾社会变迁的过程 可以看到这些大化主题 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 主题也是不断的在更动 那到2020年的时候 就是以台湾风情这个 跟在地非常有关的主题的呈现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国父金领馆的传统 然后也是比较少被特定的展览展出 展场内还有记录知名素人画家鸿通的照片 以及描绘桃园机场 苏澳港等十大建设的珍贵影片 72件精彩作品带您透过艺术家的眼光 回顾台湾50年来的历史轨迹 深入探寻台湾这座岛屿的故事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停在雪人鼻尖上的小鸟 还有掉牙的猩猩 充满童趣的画作 让人看见心智障碍者丰富的想象力 第一社府基金会大力推动艺术辅僚活动 帮助心智障碍者抒发压力 满足多元感官刺激需求 与表达感觉情绪 也期望透过画作与大众交流 小鸟在吃雪人 因为雪人他的鼻子很长 鼻子很长 然后他鼻子是用什么做的 用红萝卜 红萝卜 所以小鸟去吃红萝卜 对啊 那怎么会想要画这个 因为老师教的 你画画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那为什么欣欣要掉牙 蛀牙了 所以她的牙是蛀掉的 对 那你有没有 那她蛀掉牙的时候 她的表情是你自己想的喔 对 那颜色怎么 你怎么会想要涂这些颜色 老师教的 那你觉得画画好不好玩 好玩 哪里好玩 可以让我开心 第一社服执行长张金伦表示 很多心智障碍者有沟通上的困难 虽然辅具可以帮助他们 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世界 就可以透过美术活动进行抒发 我们基金会其实有外聘美术老师 那美术老师 会依据各中心 我们总共有八个成人中心 都有参与这一次的画展 那我们从各中心挑出一些很优秀的作品 来参加这一次的展览 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也可以再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画展 让大家的画作都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们目前有66幅的话 今天就是展示在市议会 因为心智障碍者 就是因为他们的脑机体受损 所以造成他们可能在认知沟通 或者是动作协调能力上面 都没有非常的好 那美术辅寮这样的一个介入呢 其实除了认知 然后也让他们有机会有一些动作 精细动作的训练 然后同时又可以达到抒发情绪沟通 还有感官的一些辅助的疗愈的效果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元的辅疗方式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所有的心智障碍者 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美术课程 同时他们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发现自己很棒的地方 可以完成一副作品 所以其实这对他们来讲 除了让他们有情绪稳定 然后抒发情绪 然后表达沟通 都有很大的效益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 也出席支持同心宝贝的画展 并感谢第一社福 在照顾心智障碍者上的专业服务 那到现在为止 他不只是在从原本早疗到我们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居住的部分 所以就比较咒咬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他在就业会更是花很大的心力 包括说在一些工作技能的训练 还有他们就业的一些相关的安排 反正自己也都有相对 我记得我 入工厂的训练 所以呢 事实上第一岁回市议会 是做的非常多 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在台北市议会一楼文化艺朗展出至12月13日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感受同心宝贝们丰富的情感世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两年以下徒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与媒体查序的场合 针对Net公司登报向司法监察单位陈勤 提出告诉与假处分等动作 基隆市长谢果良在接受媒体提问时 对外界说明是否都是依法行政 所以我觉得讲真的我觉得我们是有点莫名其妙 然后我们认为我们这一次的评选做了很负责任的努力 找出来对基隆市的商业环境最适合的一个评选 而且重点是现在在登报的厂商 他也有来投啊 他也有来投 然后他也提出了很好的条件啊 但最后他没有拿到啊 所以我会讲说第一 我们是有一点是善意但是冤枉的第三方 我们从来没有跟Net定过任何合约 Net怎么可以去定一个 把政府的所有续约的时间都跟大日都定满的 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自己要了解说为什么 还是有人默许他们可以订这样的合约 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订这样子的合约 然后公开对外招标 因为有四家Net也有来投标啊 他也做了很完整的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跟我们的这个相关诉讼啊 但是他没有拿到标以后 他就有了这样的作为啊 市长谢国朗表示三方关系就像市府是房东租给大日后 大日又转租给Net投资营运 而大日与Net订定的契约是私约 他认为内容上有法律一意 这是我后来在庭上才取得的文件 因为人家告我们嘛 我们总是要去问说 那你你的依据是什么拿来看看 我还是必须讲 我们基同市政府跟这一份契约书是没有关系的 这一份是大日跟Net的彼此之间的契约书 就像我是房东 我租给房客A 就是房客A又转租给房客B 也就是Net 但是我们房东没有跟房客B也就是Net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我有在这个里面有看到了一个租刃的期间 他把这个租刃期间呢 是从115年到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供 105年一共到114年12月31号为止 就是还有两年 那如果按照这样看呢 也就是说大日跟Net订了一个私约 然后把5加3加2的时间全部都算进去 但那在订约的时间 政府根本都还没有给大日停车场 这样子的一个续约的资格 那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订 跟是大日的合约 那我必须讲大日跟这个Net订这样子的一个私自契约 并且把政府还没有评选完的合约期限全部都纳进去 我认为这个是有相当高的法律一意的 我也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来了解 那政府我们呢就是因为大日停车场的确拿到了加3 这样子的一个合约续约 但是加2的部分他就因为在去年他曾经被搜索了嘛 他曾经也被深压过 那站在我们的立场 一个已经被搜索已经被深压的公司 我们的确是有一些不方便再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加2的续约 因此我们就没有让他续约 然后重新对外重新招标 对外招标的时候呢 一共有4加来投标 包括今天的投报的Net商场 他也来投标了 而且他也提出了非常多优惠 基隆市民跟基隆大众的一些方案 那表示他也认同我们现在所招标文件的这些契约跟相关的投标的环境 但是因为他投标那最后他没有拿到 那因此他登了一个这样的广告 那我们是深表遗憾 但我还是必须先讲 就第一我们以合约来说 从头到尾都是对大日 我们从来没有对过Net 所以Net不应该是要寻求这个基隆市政府 而是应该依他们的合约精神 回去找大日停车场来讨论这些事情 那现在有很多人问我们说那为什么处餐20年 但是就是因为时间长才做适合的投资 大家不会有争议 你看现在他是不是有争议了 所以我认为说处餐是可以由主管机关来订定适合的年限的 那现在正好凸显出 你就是要一个足够的年限好的一个投资金额 跟长时间的一个经营 才可以让好的有品牌的厂商 愿意长期的进来基隆经营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 不要再发生这样子的一些争议 至于媒体询问Net方面的回应 Net委任律师表示 东岸广场地上务的二三四楼是他们出钱兴建 因此登报提出了相关诉求 采取法律行动确保权益 当初订合约的时候是 他们大日跟他们订合约是 是完全完全没有二三四楼建物 都是我们主妇的服装公司 主妇的服装公司独立盖起来的 二三四楼独立盖起来 而且还有独立的出入口 这个绝对是我们原始取得的所有权 这些都是我们的 但是今天市府在这个情况下 居然把整道二三四楼 从一楼到二三四楼全部都要给别人 那这个有道理吗 他没给我们半毛钱 没给我们任何的服务或什么 就全部都移转过去 那我们这些损失 我们应该要找谁来这个球场来拿呢 这是他直接侵害了我们的所有权 这是我们这边的看防疫意见 那其他的部分 当然就如我们新闻上刊登的状况 我们市政府定的东岸停车场 这个促仓案是跟大日开发公司定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跟Net没有任何关系 那现阶段主目标就是说Net主付 他有提出来说针对东岸商场他投资那一个部分 就我们认定他是跟大日之间的施约 第一个是施约 所以基本上他假设有任何一个司法 或是权力的一个主张 寻所谓的民事应该就是跟大日开发 而不是跟市政府 这个首先要厘清 就是说市政府跟主付Net 没有任何的一个采购契约 我们只有跟大日开发 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快要过年了 受到物价上涨和通膨等影响 让许多基层民众可能更加弱势 发送寒冬送冷的物资 我们每年都准备三百份 给这些需要的人 我们透过警政单位 透过学校 透过委员 有需要的 真的会在 真的很辛苦 除了我们 除了一些真正的需要以外 我们都是在用心 有真的给需要的人 不是说一般随便要就给他 所以我们办这个是 大家委员 今天委员跟义工 全部一起来帮忙协助 我们每年都来办这个活动 我们委员会 有提拨一大款项以外 我们来自地方社会 有爱心的一起捐献给本工 一起来做这个善事 非常感谢这些 默默的帮助的社会各界人士 谢谢他们 另外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上升的趋势 沁济公特立在庙城挪出位置 协助作为基隆市卫生局 办理新冠肺炎疫苗注射地点 由新昆明医院医护团队 负责帮民众评估接种疫苗 也获得基隆市医会副议长杨秀玉 和卫生局长张贤正的肯定和感谢 非常谢谢我们沁济公 这个我们的全体委员 包括我们科主委 他们就是从早 听说早上五点都开始忙到现在了 那也谢谢我们今天 基隆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边 打这个新冠疫苗 秋玉在这边代表我们沁浓市的乡亲 感谢我们这个卫生局也是一大早 就来到这个我们沁济公这边 来服务我们乡亲 真的我们基隆市政府这些公务员真的很辛苦 常常有一些活动都要七早八早就出门了 所以我真的在这边要告诉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我们基隆市这些工部门真的蛮辛苦的 我们也要给他鼓励肯定 那谢谢我们沁济公今天发放这个物资 也代表基隆市的乡亲 谢谢我们沁济公 谢谢 每一个场子都非常的踊跃 我们市民朋友有感受到我们周边很多人的 那个呼吸道传染病已经有又变多 其他县市都开始有一些 因为没有打最后这个新的XPP 新的变种的疫苗 开始有一些重症跟死亡 那基隆有一些零星的这样子重症的案例 那当然刚才我们讲到说 长辈风险比较高 但是其实不是只有长辈 如果只有长辈打这个新的XPP疫苗 那个群体的保护效果会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几岁 只要六个月以上 都可以来打这个新的 在我去年的十月以后 这三个多月没有接种过这个新的疫苗的 我们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 尽快出来打疫苗 副议长杨秀玉也亲自带着 基隆市议会印制 写友荣吟得瑞喜气祥瑞的春联 到现场发送给民众拜早年 祝福大家新春愉快 和家平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们白苍可以把它做成两吃的方法 然后我会把它鱼肉片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骨头也炸上去 拿白苍鱼做年菜可以一与二吃 让主厨亲自示范 鱼肉放进锅内 直直作响不到几分钟 就能够变出一桌佳肴 酱油 淡酱油加点味淋去沾它 就像日式天赋楼的概念这样子 这回金融运会推出了三组 年节礼盒 会依照内容物不一样 价格有所变动 一千以上到三千多都有 我们今年的现在 只推出十天 我们就销售了五百多盒了 很快 我们每天都销售量都很大 而且每一样都有 有鱼有虾 有鱼有虾有本港的小茧 还有超丁 还有今年最夯的石斑鱼 不想买组合没关系 还推出了干贝促销价 相当便宜一千块有找 大明虾跟剑虾价格还算平均 不会说 占了一层至一千半 我们会尽量把我们的国产的 下在地的一层 推出外面 抢空春节礼盒商机 这种区域会推出了三款海鲜礼盒 邀请家政班一起烹饪 制作各种年菜 比起到市场采买 其实冷冻的鱼货 这几年来大受欢迎 直接在网络上点一点 就可以把货送到家里 多方便啊 然后这个是五仔鱼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鱼条 就是那个什么 鲑鱼鱼条 这个鲑鱼长吃很好啊 这个深海鱼类 这个鱼鱼肉片 鱼鱼肉片我们要做酸菜鱼 所以以真空包装来说 大概一年以内 东西都会非常的新鲜 除非说像一些白虾的包装 它没有真空包装的话 我们就尽量 尽量早点把它煮完 然后真空包装都可以 尽量留久一点 所以我们这样依序的去煮 煮完它就可以了 通常过年前 海鲜都会涨一到两成 时间越接近 价格也可能再往上攀 不过这回鱼会 推出了组合礼盒 既除了优惠 方便民众采买之外 也能够帮助渔民生计 记者 黄烧铭 金融报道 饭物冲断 彩椒稍微翻炒 最后简单调味 再加入已经翻炒过的 煎虾 色香味俱全 还有非软香肠搭配乌鱼籽 醬烧活鱼 新鲜炸花枝 每一道料理 都是愉快家政般的杰作 一汁都一口刚刚好 非常适合 年纪长的小孩子 营养又好吃 而且我们在炒的过程 大概应该不会超过三分钟 就只有用盐巴调味 过程如果大家有看到 然后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 金融区域会举办了料理禁赛 邀请家政班 临近的邻里使用金融鱼货 来场大车拼 现场除了专业评审 定胜负之外 定胜负之外 以邀请长者品尝 提前聚餐围炉 让大家同心协力 来做菜 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来 煮一煮让大家来吃 我非常高兴 有黄鱼 有鱼 有鱼 有蝦子 这是都外面 不像我们的新鲜 然后还有飞鱼卵 那种香糖 那是小孩最爱吃的 荷家都可以食用的 首先感谢基隆区域 举办年菜的比赛 那有荣幸大家看好 我们团队 沙子宇这些阿姨 把煮了八道的丰盛的年菜 利用基隆在港的渔获 这个时候年节最适合 年菜组合 基隆区域 这几年都有推动 有荣卫不足在推动 离色长照 所以说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要请这些鱼华族 一起来围炉 让他们提前享受到过年的气氛 桌上30多道料理整齐排列 光是要如何打分数 就让评审们伤透脑筋 加震班做得不错 几年都是最喜欢的这个加震班 所以说你看这么多的加震班 来做到我们基隆的推动 我们基隆的海産品最好 加震班在主办年菜这个活动 然后大家都把这些冷冻海鲜 利用的零零尽致 所有食材煮起来都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说一定要新鲜 因为冷冻的东西也是很新鲜的 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正式上菜 就去一会邀请长坛里长辈们 一同围炉 让长辈们直呼真的很丰盛 有白青 有冰粿 冰粿 都是很新鲜的鱼 可以预购拿回家 再加热也很方便 我们今天的年菜 今年推出的年菜 请这些阿伯阿姆 用他们最平常最实在的做法 扳斗 让这些设计的阿公阿嬷共享 这场料理比赛 不仅强调美味 更贴心搭配长者 容易咀嚼食材 制作出既营养又消化年菜 让长辈们吃得开心 感受到一会敬老遵行的用心 记者 黄少铭 金融报道 天气冷收收 排银金融分行 银行还没开门 队伍就排了好几圈 全都是为了抢 农年套币 就连版本都出动了 你几点来排 四点吧 四点喔 四点半就来了 四点半就来了 全部的衣服都特别加厚 你穿几层 你穿几层 穿三、四层 有民众上周五就来排队 有没有开心 终于抢到农年套币 不觉得很冷 还好啦 为了这个农币之后 冬也没关系 很冷 今天都很冷 今天都很冷 刚才在拜五百 刚才在拜五百 今天清晨都来拜 今年的农年套币 一款是金融土珠 祥云为市 百元面额的银币 而另外一款十元面额的铜和金币 这面以祥龙细珠为主题 背面以玫瑰花象征浪漫美好 为了要农币 所以 真的要能耐一下 辛苦一下 辛苦也值得 有值得 有值得 我觉得买到是值得的 中央银行发行的农年套币 限量九万套 采取网路予购 零贵销售 各地都有配额 每套售价新海币一千九百元 民众把握机会 收藏农年套币 迎接金融年到来 你也是清晨就来了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氧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诺获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上河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紧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